大家之前都很踴躍投稿 今天就會抽好一點題目出來和大家聊天 和婆婆的相處之道 我都有一個心法的 就是一笑二認同三回避 傷口康復的頭一個月 你不要吃太多會令傷口發炎的食物 就是一些老土的那些說法 我生完之後 賀爾蒙影響 我一生都生了超多個毛毛 超級濃密 所以我都想了很久 就想去不如真的 Hello 大家好 有沒有發覺背景有些不同呢 今天就打算轉一轉個環境 因為我剛巧就來到英國旅行 如果我經常在家拍 我怕你們好悶 所以我就決定選擇在這個英國的酒店 就和大家聊聊天 大家之前都很踴躍投稿 但問題眾多 我就不能夠一一和大家解答 今天就會抽好一點點題目出來和大家聊聊天 剩下的那些題目 我都會盡量在DM回覆大家 可能雖時就要小小長 因為真的太多題目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也很感謝今集就有 Miss Right Beauty廣告贊助 如果大家對脫毛有興趣的話 我的優惠就會放到最後 大家記得留意 好 事不宜遲 第一條 和奶奶的相處之道 還有未來奶奶是做保險的 她經常都想找我吃飯銷售我 有什麼方法可以保持距離 又不要傷害對方的關係 其實我和奶奶相處 就不是太大問題的 但我也有一個心法的 就是一笑二認同三迴避 如果奶奶有些意見 提到給你聽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一笑自知 就是表示認同 嗯 是啊 她通常見你不拼嘴的時候 她都很少取下去 但是如果有些奶奶比較激 見你不拼嘴 或者見你沒有反應 那就繼續取下去 這個時候你就要吹聲 你就說 對 奶奶你真的很對 我會計劃一下的了 因為女人不斷在娶你的時候 通常她都是想你給她一個回應 一個認同她 認同了她之後 她心態上會覺得 嗯 好啦 她聽我說了 OK啦 沒問題 那她道氣又可能會燒了一半 如果真的好不好幸運 有一個很難受的奶奶 她會繼續罵繼續娶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最後就是回避了 有一個朋友 是好work的這一招 通常就會避開奶奶 這些非常活動的活動時間 就盡量不見 或者是遲些才回家 就是你有什麼可以避開她呢 就是說 我有事做 現在不好意思 我要聽一聽的電話 4個email 即使你11點也好 就是奶奶就說 今天還要上班 是啊 奶奶 現在香港人上班很辛苦的 真的要回覆 不回覆我明天就更加了 那你就用一些各種 她不能夠拒絕的 或者她不了解的方法去避開她 那你過了她那段 真的很焦燥那段時間 她可能一會兒 她又不會再想跟你吵架的了 那雖然呢 這一招好像有點斬腳趾 但是因為奶奶是長期你要面對 如果你用一個比較講道理的方式 她不能夠明白的話 那你就只能夠去避開她 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說 想找老公做一個和事佬的 但其實我是不建議的 那你可以去慎的 但是就千萬不要叫她去為你做些什麼 因為我自己覺得 另一半如果是可以這樣去罵她家人 可能要吵到要疏遠了的關係 不見了 那其實你都要去擔心 因為她現在可以這樣對她媽媽 將來其實她都可以這樣對你 再加上一段關係 你要知道有第三者的介入 就會越來越複雜的 所以盡可能都是自己解決好一點 或者如果奶奶有些很無理的要求 或者是扯著你想做某一件事的時候 我自己會真的直接拒絕 比如保險這樣 因為保險你買一份的 或者我不知道 她想你轉換的時候 那你就跟她說不用了奶奶我真的真的買了 或者是我暫時真的沒有這個需要 我有需要的時候再找你 盡量都是保持笑容 不好意思奶奶 就是有一些慘慘的感覺 令她覺得你真的不想的 要不然她都會買的 就是那種心態 那就希望奶奶的心情 或者是她的想法 就不要太複雜 這樣才可以把那個紛爭和衝突 降到最低 好了到第二條就是問 男朋友天天脫肺 在家裡什麼都不做 有零收入 答應會努力變好 但未見有行動 那要等多久 那我的建議就是不要等了 因為我覺得一段關係裡面 你兩個都要理解 為什麼要去為這一段關係付出 你是有一個斜亡在那裡 可能是結婚了 或者是組織過家庭 但你這些目標沒有present給她 或者是她進不了她腦的時候 或者是進不了她的將來 因為她的將來或者她暫時的計劃 沒有你或者是這個家庭 所以你是會勸極都勸不到 而且我覺得你要非常清楚地present給她 一段關係是要兩個人一起去付出的 而不是只靠單一邊不斷去努力 這樣的話 我會覺得對另一半是很折磨和很痛苦 即是無論你是付出那方 還是要求那方 你日子久了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有怨言 你慢慢慢慢長時間積下去的話 很容易就會吵架 或者是因為一些錢上的爭吵 你就會分開 我現在說的是男女都要 不是只說男方一定要這樣做 或者是女方一定要怎樣怎樣做 最重要是大家要耐出來 怎樣是一個最舒服的相處方式 即可能有些人覺得 趕錢是相感情 但你慢慢即即即即到去爆煲的時候 你再趕錢的時候 就可能分分鐘玩完了 所以為什麼不一早跟對方攤開來談 去說我想怎樣 你想怎樣 如果一早說好了的話 之後都沒有收報 或者是不能再去抽情對方有什麼問題 這樣才是一個最容易解決 或者是一個最好 最舒服的一個關係 第三條就是BB9月就出生了 想起傷口頭痛 其實我覺得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如果你是在私家醫院開刀的話 刀口通常都會比較開得低一點 那我那時候等傷口好之後 然後我就用除巴貼 除巴啓 或者是做很多不同的treatment 那就令我一個巴痕減淡 傷口康復的頭一個月 你不要吃太多會令傷口發炎的食物 那可能雞蛋 海鮮 即一些老土的那些說法 那你就忍一忍口令到傷口好得好得好 那你就再去做後續的一個處理 科技一發達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技術 幫到我們去修復傷口 或者變回漂亮的傷口 最重要是心態問題 是你有沒有這個決心去變回好變回漂亮 那我那時候就反而是頭痛 因為我生完之後 賀爾蒙影響 我全身都生到超多個毛毛 超級毛密 即可能是underarm 毛妹 手毛腳毛 這些都很厲害的 我還是很不開心 也都很擔心 那所以我都想了很久 就想去不如真的脫毛 那我最後我就選了 Miss Right Beauty這一間脫毛公司 去幫我脫我有需要 或者我令我覺得尷尬的部位 加上之前我都體驗過 沒有毛的一個階段 就是我生小朋友的時候 他都會幫我剃毛妹的毛 那我看完之後 其實都發現很爽啊 很乾淨 很清爽 很舒服 但是因為之前是剃 那我個人都比較怕痛一點的 那我今次就去體驗了underarm 和手毛先 那我等我覺得真的 接受到了沒有那麼痛 那我就會去脫毛妹的毛 那我那天就去了他們的Center體驗 他們的環境都是很大 和很舒適的 那私隱度都會非常之高的 那他們都有跟我講解一下 脫毛的好處就是 除了保持清爽啊 減低毛囊炎發生的機會之外 還可以美白亂呼的 那他們就有最新的三段式激光脫毛 裡面就已經有齊755 808和1064 三個波長同時輸出 那他們的效果就會比舊式更加快了 同時他們都採用了Blue Nile Ice的冷卻系統 冷卻和激光同步進行 確保激光脫毛療程的時候 是舒服和安全的 而整個過程呢 才可以達到真正的毛痛 毛礁和毛紅點了 那過程呢 我都體驗了 就真的一點都不同的 就是有一點彈下彈下的感覺 那可能去完英國之後 都計劃一下 會不會去脫下妹妹的毛毛了 好下一條就是 為什麼你生完好像沒有生過這樣 怎麼做到 就是可能大家覺得 我好像生完之後呢 很輕鬆地回復 又很輕鬆地站在鏡頭前面去面對大家 其實我真的一點都不輕鬆 這一兩年我是沒有一刻懶過 或者是停止過的 但因為片長的關係 那這些修復的問題 我就留在下一條我再解答 除了減肥之外呢 我還做了一些療程 就是可能皮膚的療程 胎腹 打斑 打的肚紋 吃些不同的骨膠原的薯品 那underarm的話呢 那我就去做這個脫毛的療程 那但是脫毛呢 真是你想解決黑色素沉澱的問題 就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到的 真的要做多幾次的 因為要depend上你那個問題有多嚴重 或者是你本身的毛毛黑色素有多厲害 那所以呢 最好如果大家想知道詳情一點的話 那就去回他們的center 問回他們專業人士的意見 怎樣才可以欣賞自己 有回自我價值不在乎別人的眼光 其實呢 我每一天都在學習著的 因為始終我做幕前 站在鏡頭前面呢 我就有這個必要去展示 最好的果面給大家看 那但是可能也總有小部分的人 是不認同我現在是一個最好的自己 會去抓住很多位抽情我 批評啊或者這些comments 是會令到你這個人很不開心 很depressed的 那但是反過來去想 你都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很好啦 問心無愧的話呢 那我就覺得不需要再去 再負別人的眼光啦 最重要是你現在做的所有事情 你是覺得對自己有價值啦 你是開心啦 你是無悔的 這樣才是一個最重要啦 還有你在這些過程裏面呢 你要學會怎樣去篩走一些 對你無益的comments 或者是無益的指控 可能是跟你說 哇你長得這麼醜的 那還走出街 那我會覺得我也長得這麼醜的 我真的要整定的嘛 那我只能夠靠外在化妝啊 或者看有什麼方法改變一下 那你不能夠真的換毛頭東弓 那樣換頭換臉的嘛 那你解決不了的情況下 在你覺得自己最好的一個狀態下 那你就去繼續享受你的生活 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啦 好下一條就是想轉工心大心小啦 或者上班很大壓力 或者公司有些很差的同事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職場是一個很複雜的縮小版社會啦 你每一天要面對的不只是工作的問題啦 還有人際關係的問題啦 我覺得如果你在這個環境下 你覺得真是toxic到令自己不能夠 每一天都很開心 真是真是要離開這個環境啦 他這個環境帶給你的好處 你要去衡量一下先 如果我亂說 這間公司給了10萬元 20萬一個月你 但是可能同事上面的相處相 或者是老闆藍頂些呢 你就要去想一下值不值啦 就是這塊錢能不能夠cover到 你現在天天在處理的位置或者情況 再者另外就可能想這間公司 帶給你的benefit 是些什麼 在工作機會上面 學習上面 還是你的前景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你才會想繼續留下 但如果所有東西都沒有的話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轉工啦 就是你要知道這個世界那麼多份工 那麼多間公司啦 那就試到一間適合你的位置 開心的位置啦 工是可以選擇的嘛 不是伴侶說你結婚就不可以轉 沒得選嘛 你現在一天都仍是有得選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去 讓自己跳出這個conven zone 去試一下多些不同的工 或者不同的公司呢 好 還有下一條 你們是很輕問我 你還會不會有弟妹 或者會不會有二胎 我覺得no 是不會的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 我育兒的心得就是 我只是想把我所有的專注力 或者愛意 放在一個小朋友 重點給他 因為可能我家裡的關係 我是有哥哥的 我小時候會覺得 家人會有偏心的情況 所以我是很不開心的 在這些位置 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小朋友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你人是不能夠永遠 絕對地做到公平公正的 將你的資源分給兩個小朋友 再加上你知道第二個小朋友 會加重了我們的生活壓力 那我又想我小朋友得到最好的東西 那如果我覺得自己不能夠 支持兩個人 在一個最好的環境下的話 那我就都是建議 只是生一個而已 我也有見有人問我 想要小朋友 但是自己未玩夠 那怎麼辦呢 但是很想要 很困難 其實跟我那時候的心態是很像的 因為我都想要小朋友 但是我覺得自己未玩夠 未做夠東西 覺得會好像 那麼早生會不會 好像浪費了 或者是阻止了自己的發展 那但是你怎樣去 settle你想要小朋友這個想法 其實是不可能的 就是沒有東西可以永遠地 那麼完美的 所以就有個取捨 你生小朋友是可以的 那你覺得現在自己 經濟環境許可的話呢 不會說真的好大壓力 就是連自己三餐都解決不了的話 那你是可以去想小朋友的 那生完小朋友出來的時候 你總會有時間可以分配到 一起去玩 或者跟老公去二人世界 是有可能解決的 請一個姐姐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找到四大長老去幫你 照顧小朋友 當然你不是丟下了小朋友 完全不理他的 其實只要你懂得分配那個時間 還有你都要跟自己的mindset說 我已經不是一個可以什麼都不理的年紀了 那你就會懂得選的了 你也會知道怎樣去分配的 好了我講了很多了 這條片應該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太長了 那希望今次這條片 有跟你們說到你們的心事 解決到你的問題 那如果去學的話呢 我就將剩下的那些問題 我就再拍多一條片去解答大家 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少安無措等多等 那好啦今集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真的有些很不開心的事情 不需要等我拍Q&A 那時候才等問題給我的 平時呢都可以不斷去問我 都可以DM我和我去數虎的 那我看到的話呢 我基本上都會複戒價的 那今集就是這麼多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 注重自己的整潔和保養 所以脫Full Bikini 是非常之 common的 那但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現在4900元 就可以做到Full Bikini的療程了 或者是任選以下兩個部位做都行 你說看完我條片上來的話 還送你一個永久保養 是不是很心動呢 心動的話呢 就馬上去月曰了 因為月曰的頭20名 還可以減1000元的優惠 那就3900元就可以做到啦 那大家快點去預算啦 KAR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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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ANN